众所周知 伯尔特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 百米乘积的9秒58 200米的19秒19 让全世界无数人都为之疯狂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伯尔特不只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 他在零重力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划身闪电 这是2018年 伯尔特受邀参加了一场不一样的短跑比赛 他将在零重力的情况下 与其他选手进行一场短跑比赛 其中还有一名选手 是熟悉零重力情况的宇航员 最终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呢 毫无悬念 伯尔特还是成功第一个冲过终点线 毕竟身高体长优势在那摆正 伯尔特也终于从陆地飞人 成功进化到了太空飞人 而这种不一样的娱乐比赛 其实伯尔特生涯中还有许多许多 就好比接下来的这一场 是在沙滩上与著名喜剧演员卡文哈特 进行了一场比赛 并且卡文哈特主动要求 伯尔特需要让他30米 不然对他不公平 凯文哈特真的是幽默感十足 有着30米优势的他 在终点线前故意挑逗博尔特 站在线前等待 在即将要北超过时 直接横躺在了线上 二人的比赛也是一片欢声笑语 不过伯尔特哪能受这个气 随后将凯文哈特压倒在沙滩上 俯冲肘击 我是我的 不过伯尔特 怎么会明显 防火 好了 好